曹锐自原仲 魏文帝曹丕的长子 圣母为文昭广后珍氏 据《三国志》记载 曹锐去世的时间是公元239年正月初一 年纪为36岁 古人是以虚岁计算年龄 若据此推算 曹锐应生于公元204年 珍氏本位元少二子元熙之妻 后来元熙被父亲任命为幽州刺史 珍氏就留在了叶城 照顾婆婆刘夫人 曹操公婆叶城的准确时间 为公元204年8月2日晚上 当时审配的侄子东门校尾神荣 打开城门 将曹操的大军放入了城内 就算曹丕以最快的速度闯进元府 当夜便俘获了珍氏 并立刻刑房 然后一发入魂 那么按怀胎十月计算 曹锐最早也得在公元205年6月才能出生 怎么可能生于公元204年呢 因此有的史学家以此怀疑 曹锐是元熙的儿子 而并非是曹丕亲生 可这样讲明显是说不通的 即使曹锐生于公元204年底 那当年8月曹丕第一次见到珍氏的时候 他也起码得有六个月的身孕了 挺着这么大的肚子 难道曹操和曹丕都看不出来吗 曹操又怎么可能允许曹丕迎娶珍氏 因此裴松之考证说 陈寿的这一处记载是有误的 曹锐的确是曹丕亲生 其真实的出生时间因为公元205年 曹锐虽然是曹丕的弟长子 但却并不得宠 因为经过了短暂的新婚蜜月 曹丕与真实的感情早已破裂了 反倒是祖父曹操格外喜爱他 每次曹会设宴都会叫上年少的曹锐 一起参加 与世中进城并列左右 曹操曾经对曹锐说 曹家的基业有了你就可以延续三代了 曹丕结尾后专宠郭桂平 对真皇后更加冷淡 此后曹丕数次大举难争 大多数时间都是带着郭桂平 在许昌或洛阳等地居住 真皇后则一直被留在夜城 在长期的两帝分居之后 曹丕终于在公元二二一年六月 以失意有怨言为罪名 下旨将真皇后刺死 不久又不顾仲臣的反对 强行将郭桂平策立为皇后 郭皇后心机深沉 才智超人 经常给曹丕出谋划策 曹丕也对其言听计从 三国之中说 文帝定为四 后有谋焉 意思就是曹丕能被曹操立为太子 与郭皇后的筹谋是分不开的 曹丕为人固然薄情 可狠心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 这其中也很难说 没有受到郭皇后的挑唆 母亲的横死 给年仅17岁的曹锐 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她失去了弟子的身份 爵位也被降为平原后 因为郭皇后膝下无子 所以曹丕就将曹锐 交给了郭皇后抚养 迫于无奈 曹锐表面上对郭皇后十分公顺 早晚请安的礼节也很周全 郭皇后对聪明懂事的曹锐 也愈加慈爱 但曹锐的这点小心思 却瞒不过父亲曹丕 史书中说 曹丕知道曹锐恨自己 有意李京兆王为太子 只是苦于京兆王太过年幼 所以很长时间不提李太子的事 公元26年5月16日 曹丕在去世的前一天 环顾四周 发现只有长子曹锐已经成年 为了避免主少国仪 才在无奈之下 确立了曹锐的太子名分 所以有人说 父亲早逝是曹锐最大的幸运 如果曹丕能再多活几年 肯定不会把皇位传给曹锐 可事实证明 即使曹丕再不情愿 曹锐也将是他唯一的选择 曹丕共有十个儿子 长子平原王曹锐 次子赞王曹贤 三子北海王曹锐 四子东武阳王曹剑 五子东海王曹林 六子就是那位京兆王曹礼 七子邯当王曹雍 八子清河王曹贡 九子广平王曹衍 又子曹街 曹家的香火看似很旺盛 可这十个儿子中 竟然有七个 没来得及成年便已夭者 其中曹邪 曹剑 曹贡 曹衍 和曹街 都死在了曹丕前面 曹李和曹雍 也仅比父亲 多活了三年而已 曹锐也没熬到三十岁 便于公元二三三年 并死 曹丕如果能活到此时 也只有在曹锐和曹林中 选一人几位 而曹林性情粗暴 经常无故残害 家中的侍妾和婢女 根本不具备 人均的基本素质 除了曹锐 曹丕又能有什么 其他的选择 作为曹丕最长寿的儿子 东海王曹林 于公元二五一年病死 年龄也不过 就是四十岁左右 诗人常常惋惜 曹丕天不佳年 年仅四十岁就去世了 可笑的是 就是这个被古人 称作不惑之年的四十岁 竟成为一座 让曹丕的儿子们 仰望的高山 三国的后宫 只有蜀汉一片风平浪静 刘备的皇后吴氏 及刘善的两任张皇后 全部以善终离世 东吴和曹卫的宫廷中 则充满了血腥味 曹锐即位之前 身边曾有三位后妃 于夫人 毛夫人和郭夫人 其中于夫人出身最显赫 母家为河内郡的大祖 但曹锐却偏爱毛夫人 公元二十六年 曹锐登基为帝 毛夫人被封为贵嫔 第二年又被正式撤离为皇后 于是于夫人开始发牢骚 心里极度不平衡 当时太皇太后汴夫人还健在 他曾亲自前去安慰于夫人 可不想于夫人竟然口不择言的 对于汴夫人说 你们曹家就喜欢 利益卑贱的人为皇后 干这种不符合道义的缺德事 我看大魏就快要亡国了 汴夫人出自畅幽之家 于夫人口中的卑贱之人 明显就是骂他 曹锐得之后怒不可遏 将于夫人废除名分 囚禁到了夜城的王宫 17岁时 生母詹氏被刺死 是曹锐终生不能释怀的隐痛 他曾数次避问养母郭太后 终于在公元235年初 将郭太后逼至忧虑成疾 报病而亡 在入殓时 曹锐依照当年母亲的死状 也命人用头发遮住郭太后的脸 以米康塞住他的口鼻 以此报了沙母之仇 在喜心研究 刻薄寡恩上 曹锐倒是与自己的父亲曹丕 极为类似 继位之初 他曾与毛皇后处则同车 坐则同席 挽手并肩 如交似期 可没过几年 曹锐便又宠上了郭夫人 对毛皇后也日益冷淡 公元237年 曹锐召集众位嫔妃 在后花园饮宴 郭夫人提议叫毛皇后一起参加 曹锐非但不同意 还特意吩咐工人 不准让毛皇后知道饮宴的事 可第二天 毛皇后一见到曹锐便问道 昨日陛下玩的开心吗 后宫中人多眼杂 而且毛皇后本就在宫中居住 大张旗鼓的宴请众嫔妃 又怎么可能瞒得住她 可曹锐不这么想 他认为有人故意泄密 当即便处死了身边的十几个随从 然后竟下旨将毛皇后赐死 可怜堂堂的中宫皇后 为了这么点小事就丢了性命 自曹丕建卫开国以来 真皇后 郭皇后 毛皇后 连续两朝的三任皇后 竟全部都是非正常死亡 曹魏后宫之凶险 由此可见一斑 曹锐虽然对活人狠辣无情 可对死人却极其敬畏 毛皇后死后 他不但亲赐了道皇后的士号 还下旨将其后葬于敏陵 古代如果皇帝刚刚去世 士号和妙号又没有确立 一般就竟称为大型皇帝 可皇后却历来没有这种称谓 当时毛皇后还未下葬 于是曹锐便下诈称其为大型皇后 尚书孙玉反对说 当年太皇太后去世时 也没见您管他叫大型太皇太后 皇后与天子同好不合理智 可曹锐不听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 后世的历朝历代 便沿用了大型皇后的教法 曹锐敬畏鬼神 对葬礼的重视程度 堪称历代帝王之罪 公元234年 山阳宫流血在封国去世 曹锐追视其为孝宪皇帝 命太长和洽和大司农崔林 使池节前往至丧 用汉朝天子的礼仪 为流血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按说流血比曹锐大了24岁 两人之前别说深交 恐怕面都没见过几次 给个嗜好 派几位重臣主持后葬 吊咽一番 走个过场也就行了 可曹锐的悲痛程度 却超出了限制 他身着素服 率领群臣亲自前往枯寂 到了汉县帝下葬那天 曹锐披麻戴孝 哭得涕泪横流 死去活来 执教身后的一般大臣们 汉言不已 曹锐有个女儿 名叫曹叔 刚刚满月就夭折了 曹锐伤心不已 追视其为平原义公主 并命人给他缝制官服 令文武百官全部披麻戴孝 早晨晚上都要到官前哭铃 到了下葬那天 曹锐还要亲自带着大臣们 去许昌送葬 皇宫中的成员 连同太后和皇后宫中的上下人等 全部都要跟着一起上路 司空陈群上奏说 人的寿命长短是由命运决定的 生死存亡自有定数 圣人们制定礼仪时 已经把规则都规定好了 自古八岁以下的婴儿死亡 没有丧葬的礼仪 更何况公主还没满月 怎么能按照成人的标准对待 听说陛下还要亲自视察灵寝 让满朝文武和整个皇宫的人 都暴露在旷野之下 这样一来 葬礼需消耗的费用 庞大的难以计算 陛下身为万圣之尊 一举一动 怎么可以如此庆率 少府杨父也抗议说 为什么对一个上代强宝中的婴儿 就要整得这么隆重 陛下的父亲文皇帝曹丕 和祖母五宣变皇后去世时 怎么没见您去送葬呢 可曹锐不听 到底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办完了丧礼 在曹锐登基之前 魏国其实只有一个皇帝 魏文帝曹丕 曹丕在位期间又追封了两任皇帝 即五皇帝曹操和太皇帝曹松 公元237年 曹锐参照《礼记》中 天子七庙的记载 重建了魏国的宗庙 追封曾祖父曹腾为高皇帝 曾祖母无事为高皇后 同时曹锐竟然命人提前为自己 拟定了庙号魏列祖 将自己的牌位也放在了宗庙之中 并规定魏国只有三个祖 即魏太祖曹操 魏高祖曹丕和魏列祖曹锐自己 这三个人的牌位 要永远放在宗庙中享受祭祀 其余的四个牌位 则可以随着历代新军的不断登基 按照亲疏远近依次变更 曹锐的这套操作 也招致了后世史学家的一致批评 庙号是死人才能有的称呼 哪有人还没死 预先把自己的牌位摆上的 可见为了凑齐曹家的这七位祖宗 曹锐着实是费了一番苦心 曹腾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位太监皇帝 可即使提前把自己算进去 魏国的宗庙中也只有五个牌位而已 而且曹腾和曹松这两个人还是凑数的 魏国真正的开国皇帝只能是曹操 要照这么算曹卫直到王国也没能凑够七个皇帝 曹锐一生敬畏鬼神 把死后的哀容看得比生前更重 他临终前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在宗庙中整整齐齐的摆满七个牌位 咱也不知道他凑齐了七个打算干什么用 召唤神龙吗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传播华向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 请订阅我的频道